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哥 今天就是我們頻道的兩週年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令我達到2400訂閱 今集會做一個Q&A回答和推評活動 首先會做了Q&A 首先是MTR AATP6VY的題文 首先他問我多少水,我還有1200以上 我還想直播Robots, 暫時還沒有 我做了包賣多久, 但他做了一年半 之後就是洪洪白白的題文 有沒有計劃五十乘一站 我想你應該是想說十乘十站或者五乘十站的東西 我就是有想著的 之後可能找一些粉絲一起出去, 坐之後拍片 看看能不能有空 之後就是NITLE GUY TRANSPORT YT的題文 他又想問我可不可以拍一些新的系列 例如開箱 我也想著, 但要看有沒有時間才拍到 就好像剛剛說的十乘十站 然後就是Q&A的題文 當初拍鐵路, 現在拍巴士當然不是 還是看看, 因為這陣子鐵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 那就可能看看未來MTrain退役那時候才想 就這樣了 那Q&A的環節就結束了 如果今次沒有讓我選中的題目 都不要灰心, 下次可能會選中你 那現在就進入推頻的環節 那首先就是小火匙交通YT 那它主要是出一些巴士行機 Tiny的開箱, 以及巴士的Shorts 那之後就是VS9188 Studio 那它主要是拍Robots的駕駛機, 以及Humans 還有一些巴士的相片合作 之後就是RZ5946 Studio 它也是主要拍一些Robots的駕駛機 有少量的巴士Shorts 之後就是我一些友台 都覺得非常好的頻道 首先就是洪洪伯伯 那它主要是出一些MTR SCR的行車影片 之後還有巴士行機 那之後就是LR7288 Studio 那它主要是出一些巴士Shorts 和一些巴士路線連份的Shorts 那之後就是YC2784 Workshop 那它主要是出一些巴士行機 那之後就是HeyTitHeyWear 那它主要是出一些MTR的片段 巴士的行機, 還有Humans 那之後就是WN2615 Studio 那它主要是出一些巴士行機 還有巴士的Shorts 那最後就是YC790的Studio 那它主要是OMSI2, 巴士的人機, 還有Robots的行機 那推頻活動都到這裡了 那沒中的各位不要灰心 未來可能就是你了 好啦那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